- 准备洗手开动了 - 要来一起吃我们的果冻巧克力蛋糕 - 是不是看起来很好吃呢 - 想要阿米果把它咬下去 - 但是先不要吃 - 因为吃了可能会食物中毒 - 今天这个其实不是小蛋糕 - 但是好像拟蒸的果冻一样 - 还有建成色 - 上面还有巧克力 - 然后还有小草莓的小蛋糕 - 它其实是手工罩 - 所以今天具美观的同事 - 又可以让大家勤洗手 - 一定要远离病毒 - 今天放眼望过去实在是 - 材料有点多耶 - 先欢迎首作达人Maggie老师出场吧 - 咏 咏咏好 -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- 今天我们的作品真的比较复杂 - 而且今天我们的作品有分五个步骤要进行 - 五个步骤 - 你看我们装上这么多东西 -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需要用到的 - 有哪一些材料呢 - 首先看到这个就是草本粉 - 草本粉我们有用的这个很像咖啡的 - 这个叫咖啡露露 - 它里面是用咖啡 - 放咖啡粒 - 然后之后把它磨成细粉 - 然后我们在做肥皂的时候 - 其实它可以做一个去角质的动作 - 还有清洁 - 然后这个是蝶豆花 蝶豆花 - 因为我们主要是这些颜色都是要来配它的 - 要让它的颜色像这个是 - 比较紧真 - 像巧克力 - 巧克力我们就会用咖啡露露 - 来去做代替 - 然后如果是像蝶豆花 - 紫色的我们可能就用蓝莓等等的 - 还有杯子 - 杯子是我们今天的作品 - 会让它录到这个杯子里面来 - 录到杯子里面来 - 看得比较清楚 - 那你也可以选择细胶膜 -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你们自己家里面有很多可爱的一些模型 - 它都可以把它做成像点心的感觉 - 现在有什么大家就可以拿来做做看 - 对 - 那今天我们的作品就很像果冻的感觉 - 好 - 好 再来呢 - 今天主角 - 透明的皂肌 还有白色的皂肌 - 老师有先帮你们先把模型先做出来一些 - 那我们等一下可能会用到也可能会用到这些 - 因为要等待它变干变硬的时候 - 再来就是我们的汤匙 - 要去做搅拌 - 还有我们的颜色 - 因为今天我们的五大步骤 - 会玩三层颜色 - 三层颜色 -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三个颜色 - 以及这个是我们的香味 - 肥皂的香味 - 这个 - 这个 - 这个是海盐 - 天然的海盐 - 需要用到盐 今天 - 今天会用到盐 - 要制造出蛋糕果冻上面的很像奶油的感觉 - 是靠盐做出来的 - 是 - 还有酒精 - 酒精是在做一个表面上的消泡 - 还有每一层它都必须用酒精来做一个密合 - 这样 - 这个透明杯 - 等一下来做隔水加融化的东西 - 首先我们要等到它变 - 变融化掉 - 对不对 - 所以我们都会先切造机先把它切 - 切成丁 - 这是第一个步骤 - 第一个步骤 - 一定要先去切它 - 因为它需要等待 - 那我们在切的时候呢 - 就是先把它切成条状的 - 如果是说家里面是孩子要去玩这个造机的时候 - 你请他切的时候呢 - 你就是让他手放在上面 - 然后像敲敲板的方式 - 那我们大人可能一刀就下去 - 因为力气够大 - 孩子的话力气不够大的时候 - 我们就是请他说敲敲板 - 他们就会把它切下来了 - 等到切完呢 - 一条一条之后呢 - 我们就是把它切成块状的 - 一块一块的 - 可以加速它等一下融解的速度 - 是 - 所以有人是直接整块整条把它丢进去融化吗 - 会啊 有的人他就时间上他允许可以比较久 - 然后可能要去做别的事 - 他就整块丢下去 - 不过我们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- 我们通常不太建议说造机是整块下去融 - 都会希望说它可以就是效率快一点 -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切成块 - 然后切成块的时候呢 - 它会因为在空气当中 - 你看我们把它丢下去要去做融化 - 它就比较会有一些空间 - 它有空间可以去融化它 - 如果我们今天一整块 - 一整块下去 - 它就是一坨在里面这样 - 好 那我们现在要一起去融化它 - 我们可以准备的容器就是 - 有单纯白色的 使用的 - 然后跟透明的使用的这样 - 好 - 那我们来看一下 - 我们在融化的过程 - 因为融点大部分都是在60度左右 - 60度左右的温度 - 你外锅的温度水够热的话 - 它就会融结到 - 它就会融掉了 - 它就会慢慢地很像冰块融化的 - 的感觉 - 它会慢慢地融解 - 那我们不用太 - 在融解的过程当中 - 不需要太特别一直去搅它 - 因为当我们一去搅它的时候 - 它会越来越稠之外 - 它会有泡泡 - 反而是就让它静置 - 自己融化就好 - 对 - 你让它静置 - 你最多你想搅它 - 你可能就是去敲它 - 敲它就行了 - 它最后会融成什么样呢 - 它就会融成像这样子 - 稀稀水水的 - 就很像那个 - 已经融化的那个 - 冰块的意思 - 好 - 现在我们要来做的第一个步骤 - 就是要先填空它的第一层 - 因为第一层 - 它的每一层 - 都要让它变硬的时候 - 才可以到第二层 - 第二层 - 让我们第一层先来做 - 因为我们刚才先融了一些了嘛 -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能够贪心的 - 我们的做法 - 因为如果说你急着把三个颜色 - 都立刻做堆叠 - 它反而是没有办法做出 - 一层一个颜色的效果 - 对 - 好 - 然后呢 - 我们的第一层 - 我们来绿色好了 - 差不多一滴 - 一滴大概是像这样子 - 很淡的 - 淡淡的 - 如果说你中间你想要卡一个 - 很浅很浅的 - 也许你下面跟上面 - 都可以深一点 - 它其实上下颠倒 - 因为脱模的时候 - 它反而是在最上一层 - 就是这一层 - 前面这边 - 它在最下面 - 这边 - 我们在脱的时候 - 直接拉下来的 - 因为它 - 它是因为它上面有 - 这个一些装饰品 - 所以它没有办法倒着 - 我们以前是倒着没错 - 可是我们这个座品 - 没办法倒着 - 因为它最后还是要装在上面 - 就是底部这里 - 把我们的巧克力 - 跟小樱桃装上去 - 所以反而是相反的 - 是 - 香味大概10滴左右 - 如果你要精算的话 - 就是尽量在1-2%就好了 - 好 - 我们这个好了之后 - 我们就把它 - 倒在我们的杯子里面 - 这是我们的第一层 - 酒精它可以做到表面上的消泡 - 稍微喷一下 - 静置不理它 - 它的上面就会开始 - 越来越硬 - 那上面的装饰品呢 - 几乎都是用到白色的灶机 - 把它切 - 所以不太适合用透明的灶机 - 去做上面的巧克力 - 对不对 - 也是可以 - 它的效果就有点穿透力 - 可是因为我们在吃巧克力 - 它都是这样很扎实 - 比较实心的 - 比较实心的 - 对 比较实心的 - 以及呢我们的海 - 我们的那个 - 很像奶油的部分 - 它也是用白色灶机的 - 我们就一起先把它切一些起来 - 它切切起来之后呢 - 我们呢就开始去融化它 -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再来调色 - 我们可以先调我们的第二层 - 哦 刚才已经做好绿色了 - 接下来你可以再自己想像 - 你要什么样的颜色 - 嗯 - 好 我们的第二层呢 - 我们大概有的人呢 - 他在做肥皂上 - 它没有一定要它的比例是一模一样的 - 对 - 他喜欢它的中间是很薄 - 或者他喜欢它中间很厚 - 都不一定 - 那我们呢就是 - 给它差不多就好 - 等比例下去做第二层 - 好 对 - 可以 - 等比例下去做 - 我们刚刚这一层是蓝色的嘛 - 绿色的 - 那我们中间这一层的话 - 若是你会想要什么时候 - 黄色好了 - 好 来我们来黄色 - 会觉得它中间有点透透的感觉 - 为什么我的这一杯呢 - 我不会去用它 - 的原因是因为 - 我们等一下它可能会变硬的时候 - 我们还必须要让它去做隔水加热 - 如果我们用这个塑胶 - 它不能隔水加热 - 它就变成一坨了 - 它就变成一坨了 - 所以它的中间这个 - 我们就不会去把它用在塑胶杯 - 所以记得你在做到中间层的时候 - 必须要用小钢杯去做 - 对 因为它随时 - 有可能它还没有硬 - 它已经硬了 - 噪肌很特别 - 噪肌呢 - 当它呢 - 它的温度如果在60度 - 它的温度在65度 - 它就会把它融解掉 - 它们是会相融的 - 它们是会相融的 - 一定最好都是温度的一样 - 对 它们是 - 所以尽可能它上面的温度 - 可以低于下面的 - 它才不会把它冲下去 - 就会变得不够分明了 - 不够分明就不够漂亮 - 那我们呢 - 一样把它静置 - 因为毕竟它的温度 - 也是跟它一样是很高的 - 那我们来看一下 - 白色的灶机 - 听得到现在白色的灶机 - 已经在沸腾了 - 对不对 - 它是不是已经融得差不多了 - 那灶机呢 - 不一定说 - 你融的时候 - 一定要全部融完 - 你才可以操作 - 当我觉得它融到 - 我想要的量了 - 我就可以使用它 - 因为其实里头还是有一些结块块状 - 是还没有完全融好的 - 但我们都可以先稍微先避开 - 对 - 它能够放少一点 - 好了之后呢 - 我们就可以来加 - 譬如说我今天想要用巧克力好了 - 再加一点点 - 再加一点点 - 可以直接把它混进去白色的灶机里面 - 因为我们今天要加的 - 它只是上面的添加物 - 所以我们不用一定要给它香味 - 不一定要点我们的香精进去 - 对 - 不一定要点我们的味道 - 我没有吃过那种巧克力里面是有东西的啊 - 很像芝麻有没有 - 芝麻巧克力就很像这样子 - 有点小碎屑 - 咖啡色的屑屑在中间 - 对就是像芝麻一样 - 好 - 好 - 好 - 当我们这个好了之后呢 - 它表面一样要喷一下酒精 - 因为我们要让它整个在一起 - 静置 - 不理它 - 那我们就可以再去调第二个颜色 - 第二个颜色 - 譬如说我今天要用的是草莓 - 草莓 - 草莓 - 然后就把它拿过来 - 白色的造计要拿来打底 - 对 - 然后 - 像这个草莓啊 - 这个草莓我是 - 我是用那个 - 色液的 - 我不是用粉的 - 所以其实它是用粉也OK - 但是如果你用液态去滴也是OK - 对 - 对 - 然后呢 - 也要去搅拌它 - 好 类似说好像这样子的颜色 - 我觉得差不多了 - 差不多之后呢 - 我就可以把它倒下来 - 太多 - 所以太多的话 - 所以我可以直接拿糖尺 - 把它剥到下一个空白的地方 - 可以啊 - 好 我们来剥剥看来 - 所以不用担心说其实 - 只是要快而已 - 只是要快而已 - 因为你看我准备要剥它就已经 - 那个凝固了没有 - 要看它的凝固 - 已经快要变成有点 - 格格 - 对 - 所以在倒的时候 - 其实你要让它变成 - 扎进去模具的时候 - 要变成固体的时候 - 然后其实动作真的是要蛮快的 - 不影响嘛 对不对老师 - 反正它如果 - 对不会影响 - 现在就变成很快 - 现在就变成很快 - 对 - 我可以直接用手下去压它 - 对对对 - 你就这样轻轻的碰它 - 它表面其实是有点硬度 -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一杯 - 这一杯去摸摸看它是不是 - 这样以我们在测温的话 - 它这个温度是我们喝的不会烫 - 烫舌的 - 它其实几乎不太会溶掉它 - 那我们现在观察它好了 - 我们这些可以等一下再做的时候 - 我们就把它 - 喷一下酒精 - 来做第二层 - 其实它还是很Q - 很Q - 这也还是不要太用力下去把它压好 - 对对对 - 像上面啊 - 刚好如果有到粉掉下去的话 - 没关系 - 拿不到的话我们就 - 下次洗一洗它也不见了 - 好 - 我们要把它旁边倒下来 - 所以记得第二层的温度 - 一定要比第一层要低 - 或者是温度差不多 - 对 - 不然就会被吃掉 - 对对对对 - 不然就会被吃掉 - 好 - 看一下 -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有两层的感觉 - 好漂亮 - 有没有 - 黑色黄色 - 一样静置 - 因为我们今天要做三层 - 好 - 那我们现在来做的是奶油的部分 - 奶油的部分我们需要使用到的海盐 - 天然的海盐或者蟹盐都可以 - 那一般的食用盐是可以的吗 - 食用盐它比较细 - 对 - 比较没有办法制作出这种感 - 你看喔 - 它这个是海盐跟蟹盐 - 颗粒感比较粗 - 有没有 - 它的颗粒感对 - 就这么粗 - 怎么样 - 我们平常在吃的 - 像玫瑰盐它就有粗 - 它就粗粗的你也可以用 - 像我们食用盐 - 那个就真的太细了 - 比较不适合 - 对 - 太细的话你要倒很多 -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- 我们要去搅拌它 - 搅拌它 - 然后让它形成颗粒感 - 所以最好的是颗粒本身就是比较大的 - 对 - 或者是说呢 - 看起来体积比较大一点点 - 你倒下去的时候呢 - 才不会跟我们的造机融在一起 - 是 - 才会有立体的颗粒状 - 那你看喔 - 它就会像这样子 - 像这种感觉 - 然后一涂一涂的 - 就是这样子 - 它就可以塑形 - 塑什么 什么圆呢 - 还是塑什么 - 但你是要塑得很细微的 - 是有难度的 - 好 现在这一层好了 - 这一层好了之后呢 - 我们就备放 -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需要使用它 - 第三层的部分呢 你看喔 我们刚刚差不多只有三分钟左右 三分钟左右跟刚刚的 大概五六分钟是有差的 - 还是有点呈现出像果冻喔 - 对 - QQ - 对 QQ的感觉 - 那我们呢就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呢 - 来把它再把它灌下去 - 不过因为它其实它还是非常的水 - 我们可以运用 - 已经之前做好这一杯 - 你看这一杯 - 它就是要这么分明 - 很漂亮 - 颜色的渐程 - 对 它就是用时间去等待去换来的 - 那我们现在用这一杯来做操作 - 我们的最后一层 - 最后一层呢 - 在这里 -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想要的颜色 -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黄的跟红的了嘛 - 产生很像橘色 - 我可以来走绿色 - 我就用这个杯子来做 - 你等的时间其实越久呢 - 它的这个渐程 - 还有它其实就不会混的那么一起喔 - 它基本上一个颜色一个颜色 - 都是独立分隔出来的 - 但像老师说的 - 你就是必须去用心等它 - 嗯 对 - OK 那我们现在呢来去搅拌它 - 它 - 搅拌一下之后呢 - 搅拌一下之后呢 - 最后一层呢我们来香味一下 - 嗯 - 还是要加大概10滴左右的香精 - 嗯 - 表面上要喷酒精 - 因为我们要去做蜜合嘛 - 对 - 好 酒精喷一下之后 - 一定要让它左右边边都滑过 - 这样我们在脱模的时候呢 - 我们的肥皂它才不会分离 - 不然等一下你在脱皂的时候呢 - 你可能把它脱模的时候 - 你会发现说 - 欸我怎么一层一层的 - 变成是单分开的 - 而不是一整个完整的小果蛋糕 - 所以是有差的 - 对 - 好 我们大概这样子的量 - 嗯 - 这样子的量 - 为什么我的上面这一层 - 我不会用到很多呢 - 就是因为我的等一下呢 - 我的海盐要下去 - 我的那个很像奶油的感觉 - 我们要下去 - 那现在我们要开始做装饰了 - 我们会把我们的海盐放下来 - 你看它会沉下去 - 你看它会沉下去 - 有吗 - 你看它只剩下一点点 - 好像小冰山 - 很像小冰山 - 只剩一点点的头在表面上面 - 对 - 那我们现在呢 - 就是要一直去把它做补充 - 把它填满 - 把它填满 - 我们要让它白色的 - 白色奶油也有在上面 - 然后也有在下面 - 让它做出有点立体的感觉 - 是 -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- 其实老师刚才在做海盐的时候 - 其实它做的量是比较多的 - 这样你才不会遇到说 - 怎么办 - 现在我的海盐可能 - 对 沉了 - 然后我又不够了 - 来不及再去做 - 所以量一定先多一点 - 是 - 然后让它有上有下 - 几乎这一层我们都是用海盐这一层把它铺满的 - 最后呢我们酒精稍微喷一下 - 因为我们的一些装饰品已经要下去了 - 这时候也可以一起把一些线 - 让我们做好的丢下去 - 我们的装饰品下去的时候 - 要记得让它有一些要 - 碰到透明的造机 - 要碰到透明的 - 因为它可以帮我们粘住 - 有没有 帮我们粘住 - 你不要让它完全是漂浮的 - 还是要稍微把它往下塞 - 对 像这样子 - 去完成它 - 这样我们的一个作品就完成了 - 那我们刚刚做的呢 - 就是我们刚刚要脱模的时候它就会 - 登登 - 它也许就可以放下去啦 - 这样子就是我们今天的作品 - 不同颜色的巧克力去做堆叠 - 这些都可以在等待的时间 - 先把一些小零件做出来 - 最后一层的时候 - 再通通把它塞进去 - 所以老师我们在脱模的时候 - 这个也是把它剪剪剪剪剪剪掉 - 就完成了是不是 - 是 没有错 - 那我们不是要把它剪掉 - 我们就是这个 - 对 外围把它剪掉 - 没错 - 剪掉之后它就是一颗肥皂 - 对 - 因为它就是要粘在一起 - 它才会等一下洗的时候 - 这个巧克力掉出完或什么的 - 这样 - 那大概要等多久 - 还可以等到它完全是凝固的 - 等多久 整颗吗 - 整颗完全凝固的话大概十分钟 -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分层的时候 - 好快喔 - 这个本来就是硬的了 - 你还记得吗 - 其实我们在等到最上面这一层 - 只有剩下最后一层 - 所以等时间大概就十分钟左右 - 是 - 好就可以变出那么可爱 - 像果冬和梦幻的巧克力 - 好像咬一口 - 但不能吃 - 只能用来洗手 - 是 - 好谢谢Maggie老师今天教我们做 - 如此梦幻的巧克力奶油 - 你看白白的奶油 - 然后还有这样的小红梅手工皂 - 谢谢老师 - 谢谢 - 好那多多快乐学堂下回见咯 - 大家拜拜 - 拜拜 - 蜆小姐姐姐姐姐姐 继续 - involve了 - 他们 Minnie bedtime - 我的丈夫 - 我的丈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